一个无法在我们已知的三维空间中得到验证的弦理论 它需要假设我们的宇宙中存在有其他未知的额外空间维度 这套理论才能够自强 那么弦理论究竟是如何描述这些额外空间维度的呢 它们是什么样的形态 如何存在于我们的宇宙之中 理论中那些组成了宇宙万物的能量丝 到底是如何在这些额外的空间维度中运作的呢 弦理论是否就是打开宇宙终极奥义的上帝之识 又或者通过这套理论 可以让我们发现更加令人叹为观止的其他惊人理论 例如多元宇宙论 1919年 一个显为人知的德国数学家西奥多卡鲁扎 提出了一个在当时人们看起来非常可笑的观点 他的观点是说 我们的宇宙很有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三维空间 除去长宽高之外呢 还存在着其他的维度 他的想法是由于我们的感知器官限制 可能无法察觉那些额外的维度 这个怪异的想法对于20世纪的物理学 造成了一些重大的冲击 同样也给予了很多前瞻性的研究更多的想象空间 卡鲁扎和爱因斯坦一样 他们都在寻求一个统一的理论 只用一套理论 一套公式就能够描述所有的作用力 卡鲁扎知道 爱因斯坦已经用时空的扭曲来描述了重力 也称引力 或许他也可以用同样的模式来解释其他的作用力 也就是当时除重力以外 唯一已知的其他作用力 电磁力 他尝试描述电磁力 也是一种扭曲而产生的力 那么问题来了 是什么东西被扭曲了呢 自然不会是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 因为它们已经被用来描述重力了 卡鲁扎悲催的发现 已经没有多余的维度供电磁力来扭曲了 所以他在想 如果要和重力一样统一描述电磁力的话 那么空间中必须存在着更多的维度 至少多一个维度也好 他只需要找到再多一个维度 就可以完美的解释电磁力 所以卡鲁扎开始想象 宇宙有着四维空间和一维时间 然后着手用数学模型来描述电磁力 这个时候 他发现了他的这套数学模型 可以完美的与爱因斯坦的理论相兼容 同时也因为多出来的第四维度 需要多一些的数学推导公式 结果呢 这些多出的部分数学公式 经过仔细的推销 他惊奇的发现 这恰好就是当时科学家们 用来描述电磁力的数学公式 也就是马克士威方程组 卡鲁扎异常兴奋的发现 他用纯数学理论的推导方式 竟然完美的将重力和电磁 两大基本力进行了统一 而这套理论的名称 就叫做卡鲁扎克莱因理论 但是虽然理论自洽 也就是说理论上 确实存在第四维度的空间 可是第四维空间究竟在哪 怎么能够验证第四维空间的存在呢 瑞典物理学家奥斯卡克莱因 在1926年提出空间的维度 可以以两种形式存在 一种是宏观尺度 也就是我们肉眼能够观察到的维度 但是呢 也可以存在另外一种极其微小的 卷曲在一起的维度 因为卷曲的太小 以至于虽然存在于我们的周围啊 但是我们无法观察到它 这里老吴举例说明这个假设 当我们把空间以这样的形式表示出来 这就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 宏观世界的空间 然后我们把它放大 再放大 一直到我们假设的 可以观测到的四维空间尺度上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额外的维度 接下来我们放置一个 极其微小的模拟生物 它不但可以通行在我们宏观世界定义的大维度上 同时呢 它也可以在这些额外的维度上通行 但是科学家呢 把它描述为极微观世界的样子 所以即便是我们现有的最精密的仪器设备 也无法观测到它 可是它仍然隐藏在我们的空间中 这就是上个世界啊 科学家假设的额外空间维度的一种表现形式 当科学家开始把这套理论 应用到现实世界进行验证时 结果却是 它们不能全面的符合 比如单单使用这套理论 是无法正确计算出电子的质量的 也就是说 这种描述额外空间维度的方式 是无法自洽的 那么 这些额外的维度 究竟应该怎样描述呢 显理论的描述方式是 额外的维度 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几何形 就像是这样的 这里我们需要说明一下 其实显理论描述的额外维度 不是一层比一层高 也不是平行并存 或者一层包含一层 这些存在于我们大脑的合理想象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这还是基于三维空间的概念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额外维度会自身重叠 纠缠成一个超级复杂的几何结构 其实额外空间维度的多少 只是说明了这个额外空间维度的 几何结构的复杂程度 显理论同样描述这些维度 存在于极微观世界 无法观测 那么它们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 想象一下这个东西 你会注意到气流的流动方式不同 是因为开启或关闭了不同的开关 而产生了不同的空气流动模式 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东西就是那些额外空间的维度 也就是那个极其复杂的几何结构 而那些以不同方式流动的气流 就是显理论中所称的那些能量丝 它们的振动模式 取决于它们所处的 这个几何结构中的位置 不同的位置 因为几何结构的不同 而产生了不同的振动模式 不同的振动模式 则会产生出不同的粒子 而不同的粒子 则造就了这个多元的世界 我们再举一个疯狂的例子 一个人在大马路上抽风 他的抽风动作 不受除地面以外的任何事物的影响 而如果有人为了避免其他伤害 把他绑起来 那么他的抽风模式就会发生变化 我们把抽风的人 想象成振动着的弦 而绑上他的这个行为 就是额外维度 对弦的振动模式造成的影响 绳子就是改变弦振动模式的 额外维度的复杂几何结构 纸绑上身可以看作 弦处在结构的A点 这会产生一种振动模式 而纸绑腿 可以看作弦处在结构的B点 这会产生另外一种振动模式 以此类推 简理论中 弦的振动模式决定了一切 换言之 也就是这些额外维度的几何结构 决定了我们这个世界 所有粒子的质量 形态 还有影响了这个世界 所有作用力的力度 包括暗能量的数量 它们都由这些额外维度形态所决定 而如果我们知道了 这些额外维度的形态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形态特征 计算出弦的振动模式 从而了解宇宙的本质 以及计算出暗能量的数量 至于为什么要提到暗能量的数量 我们暂时按下不表 那么这些额外维度的形态 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还无法确定 不过我们可以基于 显理论的数学模型 推导出一些可能的形状选项 当这个想法一开始被提出时 这个可能性只有五个 所以我们觉得 可以对它们进行逐一的分析验证 然后排除掉错误的答案 这样我们就离最终的答案不远了 可是随着研究的深入 基于显理论的数学模型 可以推导出的这些可能性 在不断的增加 从一开始的五个 一直增加到数千个 不过这虽然看起来数量庞大 但其实仍然可以通过不断的努力 分析出最终的结果来 毕竟这可是验证最有希望成为 宇宙大一统理论的显理论是否正确的大问题 太简单的话似乎也不太真实 可是悲催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 因为这个可能性仍然在不断的快速增加 当它从几百万个可能 一路增加到几万亿个时 这个让人崩溃的结果 除了替科学家说上一句 卧槽 撩表这个震惊之情之外呢 这一切似乎都走进了死胡同 难道显理论就这样废了吗 还好 有一些人决定回头 从问题的源头开始谈寻 如果说宇宙是多元的呢 或许这些基于显理论的数学模型 推导出的额外维度的 无数个可能性的几何形态 它们都是真实存在的 这意味着额外维度的几何形态 有多少种可能性 也就存在着同样数量的其他宇宙 或者说每一个宇宙 都有其特有的额外维度形态 而它们自身特有的额外维度形态呢 则决定了这个宇宙特有的一套物理规则 那么这个多元宇宙 究竟是一套什么样的理论呢 所谓的多个宇宙是否真的存在 有没有科学验证的可能性呢 那些除我们宇宙之外 可能以其他形式存在着的宇宙 它们有着哪些独特的物理特性 暗能量是什么 暗能量的数量和这些宇宙 存在着哪些必然的联系 而且这些其他的宇宙 是如何产生出来的 我们将留在下期详细讨论 如果喜欢老吴的节目 除了转发分享之外 你也可以截图保存二维码 或者使用PayPal转账 通过打赏这种硬核的方式 简单粗暴的支持老吴的创作 老吴在这里 真诚的感谢您 每一份付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